这是我见过史上最牛的逆星女主 她不仅是个三百多斤的小胖子 还是资深扶女兼宅女 看到帅哥们互动 就会脑补王子与王子相亲相爱的画面 我们的女主请找花衣 在学校就是个平平无奇的角色 体育课时被人当了肉店 大家也只是冲上去关心帅哥 在医务室里刚清醒就被学弟赶了出来 回到班上 刚才撞伤她的祈祷过来道歉 明明是要表达感谢 嘴里却说着 但善良的请找 请找并不在意 反而继续沉迷于必要的世界 疯狂嗑着七岛和五十岚 放学回到家后 请找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最爱的动漫 看着屏幕前的二次元老公西安 那叫一个心满意足啊 可这个角色最后居然死掉了 心碎的请找当场崩溃 便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 这一关就是七天七夜 妈妈很是担心她 便让哥哥一脚踹开了房门 还在骂骂咧咧的哥哥掀开请找的被子 没想到一阵盛光闪出 俩人都被震惊到说不出话 被迫起床的请找来到洗浴室 看着镜子里陌生人 瞧瞧这浓眉大眼高鼻梁 请找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自己 看到这里 红猫不禁感叹一句胖子 果然都是潜力骨 震惊之余 已经连续一周没有上学的请找 只好接受了现实来到学校 果然 刚一进门就收到了强烈的目光扫射 大家都在疑惑班里难道来了转学生 还是如此漂亮可爱的女孩子 等到请找开口说话时 班里的同学们都压麻呆着了 这不就是三百多斤的请找花衣吗 大家瞬间围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一只手把请找从人群中拉了出来 原来是五十岚 看出了他的窘迫 但面对如此可爱的请找 他也忍不住脸红起来 而原本对他爱答不理的七岛 也主动过来搭讪 可请找看到他就想起了自己 那已经挂掉的二次元老公 忍不住哭泣着跑开了 一旁的七岛还以为是自己把他弄哭了 这边 在走廊里伤心奔跑的请找 一不小心撞到了四肢宫损人 看着如此可爱的妹子 原本高傲的小四也温柔了起来 拉着他就要去保健室擦药水 刚一来到保健室 请找就看到了受伤的学长六剑油马 相较于其他人的惊讶 学长却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妥妥的就是真爱啊 身后的四肢宫怎么也想不到 这居然是小胖妞请找学姐 放学后 小五率先出击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 紧随其后的 七岛 六剑 四肢宫 都迫不及待地想和请找拉近距离 由于谁也不愿意让步 四人决定一起和请找约会 因为是她的初次约会 闺蜜特意把请找打扮得漂漂亮亮 果然 看着穿着漂亮裙子出现的她 美少年四人否则眼前一亮 随后他们来到电影院 身为资深扶女的请找 暗暗下定决心 今天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府宅属性 好好享受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 可这是一旁看困的小七 突然头一歪倒在了小五的肩膀上 这还不刻就愧对自己的扶女身份了 小四递来纸巾 看着两人轻易地举动 请找的扶女之魂又冉冉生气 温柔佛系的学长功 傲娇一推倒学弟兽 这个设定简直太可以了 心跳加速的请找 不得不来到卫生间洗洗脸冷静一下 等她出来之后 小五偷偷地把她拉了过来 想要一起拍大头贴 就在快门将要倒计室结束时 小七卡着点冲了枪 请找趁机拍下小五和小七的合照 看着照片她激动不已 因为自己终于拥有了五七的合照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府宅属性 请找就这样隐忍了一路 就在要大获全胜的时候 一旁的商店突然吆喝起来 这可把请找给纠结坏了 听到这 请找的宅女属性彻底大爆发 不顾一切的她 立刻冲进了商店开始抢购周边 最后抱着二次元老公西安的抱枕走出来 并向四人族坦白 请找随后向大家坎露了约会的感受 对于自己为了隐藏属性 而过度紧张到没能好好享受约会 很是抱歉 虽然四人都有些错愕 但很快恢复正常上前安慰起请找 谁让人家长的可爱又萌妹呢 学长表示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件好事 眼神闪闪发光的她很是迷人 其他人纷纷上前附和 就这样 请找和大家敞开的心扉 四人组答应会陪着她一起去她想去的地方 约会结束后 请找为了感谢大家的陪伴 给四人送了一模一样的动漫挂件 第二天上学时 小五就将钥匙挂在了挂件上 看来她很是喜欢这个礼物吗 随后便和小七来到了体育馆 此时的请找正在挥洒汗水 反复横跳速度本就很快的她 瘦下来后更是身轻如燕 运动实力发挥到了极致 恰巧这是足球部有队员受伤 便被同学请求来当外援替补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 虽然请找没踢过足球 但足球小将 闪电十一人可是看过很多遍 便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 午饭时间到 餐桌上的四人组得知请找要踢球 纷纷表示支持 小五趁机把握机会 表示自己也是足球部的 可以充当教练帮助请找训练 接着他又表示自己不能长时间陪着他 所以踢过球的小七可以接踢自己 但一旁的小七却不乐意了 他认为足球不是靠一周就能学会的 外行人只会爱手爱脚 但请找却认为只要努力就能学会 于是两人争执了情 请找为了争一口气 暗暗下定决心 但不知是低估了足球还是高估了自己 就连基础的热身训练 都让请找险些招架不住 一套下来他已经累到双腿打扎 身为保健委员的小四 贴心地帮他缠上防止受伤的绷带 看着满脸笑意的请找 小四心动不止地脸红起来 此时学长也送来了魏老平 这可真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啊 而小七放学时 听到了别人在说请找的坏话 便直接上前反驳替他打抱不平 随后他便来到操场 这时的请找正执着地练习着足球 被砸中了脸他也没有放弃 一时心软的小七上前开始了教导 就这样 时间来到了比赛当天 虽然请找的队伍始终处于落后的状态 但依靠着他的反向踢球术和主角光环 最终战胜对手赢得了比赛 转眼暑假即将来临 正当请找兴奋地表示要大玩一场时 默默出现在身后的老师告诉他 如果你下次考试再不及格 暑假就要补习两周哦 于是为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假期 请找开始了一边被英语单词 一边翻译古文的奇葩操作 只要一想到暑假要用来补课 就不能去见男神西安最后一面 请找就忍不住伤心起来 学长便毛遂自荐辅导他的功课 一旁的几人 也纷纷请求学长帮自己补课 毕竟他们是不会让两人单独相处的 就这样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图书馆 可还没等板凳舞热 小七和小四就吵了起来 由于太过潮漫 随后几人便被管理员打了出来 他们绞尽脑汁商议着去除 这时小五提议不如去请找家吧 好家伙你小子另有企图啊 画面一转来到请找家中 看着屋内的一片浮海 他只好忍痛将他们都封印到贵子里 随后美少年们如约而至 为了迎接四位帅哥 妈妈不仅特意准备了茶水送来 还专门花了浓艳的妆容以示礼貌 留在屋内的几人 对请找的房间充满了好奇 手快的小七随手掀开了他的被子 没想到下面竟然是西安的展牌 不仅是床上 连床下也是他的形象抱枕 更离谱的是 因为二次元世界里西安已经死掉了 请找居然还给他摆了个祭坛 每天给他烧向祈福 震惊的几人开始嘀嘀咕咕 没想到这时学长突然开口 看到这红猫我不得不表示佩服 瞧瞧这眼力竟要不说老哥你稳赢了 学长顺势邀请剩下三个人一起祭拜 于是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这时请找的哥哥回来了 听说有四个帅哥在妹妹房间里 他立刻冲了进去 只是原以为他在担心妹妹的安危 没想到是在提醒这四个帅哥 他告诉四人组 但好在他们已经提前知道请找的属性 并不在意 反而告诉哥哥 没关系我们刚才还祭拜了西安先生的遗像 不死心的哥哥来到柜子前打开封印 就这样里面的必要作品全都掉了出来 这可真是清歌操作呀 一旁的学长忍无可忍 笑着表示 此处不得不感叹一句 学长可真是天使中的天使啊 随后大家帮请找收拾好了房间 通过几天的辅导 功夫不负有心人请找顺利通过了考试 转眼学员季即将来临 班里的男生提议让女生扮女仆咖啡厅 女生们自然很不乐意 这时请找却恨不得举双手赞同 于是经过商议 最终全班决定一起cosplay咖啡厅 请找被任命为服装总监 而学弟小四 竟然要在话剧表演中扮演公主 一旁的请找忍不住开始脑补 女装美少年可太让人兴奋了 于是她开始着手设计服装 画面一转 请找正在给小五测量尺寸 看着眼前认真的女孩 她忍不住想要来个亲密接触 却被外面的人给打断了 原来是小四来了 看着她被女生团团围着 那害羞的样子还真适合出演公主 就在两人越靠越近的时候 小七突然出现在身后 开始了对彼此的冷嘲热讽 到了最后终于大功告成 三人的cos瞬间收获了大批迷媚 放学回家的路上 大家商量着一起参观学员祭的活动 这时小五突然说道 还没等到请找回应 一旁的小七和小四就不乐意了 为了公平起见 学长建议制作一张时间表 提前分配好各自的时间 只在某个时间段允许两个人独处 这期间内其他人都不准干涉 听起来倒是个好方法 于是四人愉快地达成了一致 很快就到了学员祭当天 看着标注好的约会时间 请找既紧张又苦恼 闺蜜暖心告诉她 就像平时一样放松心情就可以了 这时排第一个的小七来了 她本想换掉COS服装再去约会 但请找认为以西安的样子出去 可以顺便给女仆咖啡厅做宣传 于是两人就这样走在学校里 吸引了大批同学围观拍照 眼看着自己的独处时间要过去了 小七连忙搂着请找躲进了PC部 拍了一张大头贴 还没等请找好好欣赏照片 就被小七来了个壁咚 眼看着就要亲了上去 六见学长卡着点打断了她 因为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随后学长带着请找来吃午饭 体贴如微的学长瞬间治愈了她 吃完学长头位的章鱼小丸子 她才意识到自己和学长用了同一双筷子 这时小五冒了出来 提示该到自己的约会时间了 随后便带着请找来看小四的话剧 台下的她偷偷地牵起请找的手 惊得请找全程紧张到没关注话剧内容 小四结束演出后 立刻跑出来找到请找 要带着她来到鬼屋冒险 想趁机展示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 谁知她被吓得接二连三地抱住请找 而突然钻出的NPC 更是吓得她一个不小心 便摔倒扑在了请找的身上 这对小四来说确定不是福利吗 请找害羞到满脸通红地跑了出来 门外的三人 疑惑到里面有这么可怕吗 而受到惊吓的请找 正独自坐在台阶上 却不料被学校的几个混混骚扰 接着一路狂奔逃跑 还好及时赶到的四人组就吓了她 但请找已经受够了这一切 她哭诉着自己对这种约会安排的不满 并告诉几人 他们之间的亲密接触 早就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可接受范围 最后四人都真诚地向她表达了歉意 傍晚学园记以篝火舞会收尾 原本四人都想邀请请找一起跳舞 但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 大家选择了放弃 于是这支舞就变成了 小五和小七一组 学长和小四一组 这可把资深服女请找给激动坏了 因为这才是她的精神失良 很快圣诞假期就要到了 请找和后宫四人组相约来到 平安夜举行的同仁制展销会 为了第一个抵达 天还没亮四个人就被情找喊了起来 可即便如此会场早已人山人海 到了十点展销会终于开始了 但由于情找想买的东西太多了 于是五个人决定兵分三路 帮她快速采购完毕 因为购买的是必要本子 小五和小七 不可避免地被小姐姐们挠不起来 还被调侃到看来你们很喜欢啊 另一边的情找也开启扫荡模式 满满的一大袋子简直就是大丰收 不料这时却被一个猥琐男追着拍照 突然一块白布盖在猥琐男头上 从天而降的黑职士拯救了她 看着帅气的塞巴斯蒂安扣子 情早忍不住泛起花痴 这时采购完毕的四人组也集合完毕 看着有四个人保护的她 黑职士一个手被稳便离开了 第二天 她和闺蜜讨论起昨天的英雄救美 正遗憾自己没能合影时 突然身后传来一句女声 原来这个黑职士并不是男生扣子 而是自己的学妹二科芝麻 由于长相帅气待人温和 芝麻在学校很受欢迎 很快她就和琴爪熟络了起来 并且两个人十分合得来 接着她邀请芹爪来自己家做客 面对可以通宵聊必要的诱惑 芹爪哪能轻易拒绝呢 四人祖身之芹爪的属性 担心她就此被拐走 于是纷纷表示也要一起去做客 有自己小心思的芝麻表示务必光临 第二天 大家如约来到芝麻家中 果然玩Cost都是富婆 瞧瞧这超大别墅 白满手办的收藏室 真是毫无人心啊 不仅如此 她还有专属图书室 数不清的衣服鞋子 甚至动手能力也是超强 各种Costplay服饰自己设计 完全不在话下 就连琴爪最喜欢的漫画家 居然也是她 这下琴爪彻底绷不住了 情不自禁地贴了上去 一旁的四个人顿时有了危机感 又有钱又美行人 又好又多才多艺 这完全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斗发生 芝麻联盟说出来 那件有求于大家的事 那就是让帅哥四人组来当模特 于是 经过两个资深妇女的恶魔低语 小五和小七一组 学长和小四一组 分组结束后 他们开始按要求摆姿势 各种亲密的动作 让琴爪激动不已 为了让他们摆出西枕的姿势 她和芝麻一边亲自上阵做示范 一边口述着要求 西枕就像这样手要俯上脸颊 表现出淡淡的恋爱心情 慢慢靠近对方的脸 然而就在下一秒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旁的四人组经到失去了颜色 万万没想到 琴爪的初吻对象 居然是如此帅气的女生 大局已定 大局已定啊 回到家后 躺在床上的琴爪 不自觉地回想起雨 芝麻的那个吻 害羞到小鹿乱撞 恰好此时 她看到了一个情人节企划 拿到活动优秀奖的人 可以获得她期待已久的 同仁设计图 于是无论如何 她都要参加 芝麻便热情地邀请 芝麻一起构思 由于上次的初吻事件 四个男生对芝麻充满了戒备心 便不放心地跟了过去 讨论一番后 最后大家决定做绝色巧克力 首先准备一张绝色圆图 然后用铅笔在蛋糕纸上淋摸出来 其次用巧克力笔在反面描写 再放进冰箱里 让其冷冻凝固 接着把彩色的巧克力灌进去 最后撕掉蛋糕纸就大功告成了 但琴爪并不满意这个作品 因为没有展示出西安的美貌 于是芝麻又帮她想了一个点子 不如就做巧克力雕塑吧 为了帮助琴爪获胜 芝麻表示可以用自己做好的提交上去 但最后琴爪还是把自己的作品寄了过去 因为虽然她很难看 但包含着自己深深的心意 随后她给美人一袋巧克力作为礼物 然而谁也没想到巧克力害人了 第二天 一觉醒来的琴爪 发现自己又变回了三百多斤的胖子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因为做情人节巧克力时 留下了很多失败品 感觉扔掉又很可惜的她 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全部吃掉了 便导致她一招回到解放前 看到她胖妹的样子 小七和小五直接压麻呆住了 尤其是小七 直接口口传过之后 琴爪急忙跑去医务室求救 结果撞上了迎面走来的小四 就这样直接把她撞晕了过去 医务室内 小四和小七充分暴露了外貌协会的属性 两人瞬间达成一致 决心一定要让琴爪瘦下来变回萌妹 回到教室 一脸宠密的芝麻带了许多零食来投胃 但居然获得了特别奖 被邀请参加颁奖仪式 于是计划着好好打扮一番 做个美甲是必须的事 一旁的小七听不下去了 她趁机表示琴爪需要减肥 应该用最美的样子去见偶像 琴爪对此无法反驳 于是魔鬼训练开始了 可接连几天的运动都没有效果 体型没有变缺一脸灰败 在座健美操时一个不小心开门 这下就只能躺着了 芝麻提议不要再让琴爪减肥了 可小七认为瘦下来对她有好处 就在两人相互争执时 学长出面劝解 表示这种事应该看当事人的意思 接下来的日子里 芝麻恨不得时时刻刻黏着琴爪 但过度的热情让她有些吃不消 同班的小五看出了琴爪的危难 于是把她拉到天台准备开解开解她 但这时的琴爪却表示要下定决心减肥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和努力 看着眼前开朗的女孩 小五意识到自己不单单喜欢她瘦下来时的外表 她一直都是如此的帅性阳光 说完这句话 小五情不自禁地害羞起来 表示外表不过是小细节而已 两个眼睛瞬间变成星星眼 少年你这是彻底觉醒了呀 由于琴爪坚定的减肥决心 于是瘦身计划便重启了 四人组深知她的扶女属性 为了刺激她更加努力 便制作了一个积分奖励卡 只要琴爪达成目标 作为奖励 他们就会做出上面对应的动作 这可真是戳到她的心坎上了 画面一转 琴爪终于又变回了大眼萌妹 不过眼前的几人就像被吸了洋气一样 真是多亏了四人组的付出 更刺激的是 为了让她鼓足干劲 芝麻居然特意增加了一个 那就是达成奖励小五要和小七接吻 试问看着这样强制爱的一幕 谁还会没有减肥的动力呢 第二天 来到学校的琴爪一大早就魂不守舍 学长见她如此反常 于是将头贴着她检查是不是发烧了 琴爪一个机灵突然反应过来 她兴奋地告诉芝麻 我已经找到特别的人了 看着这娇羞的样子可把几人紧张坏了 以为又多了一个情敌 结果对方又是二次元人物 甲舟乱舞简称甲乱的小猪 虽然是刚开播的动画 可第一眼看到时 琴爪就深深地迷恋上了她 于是开始疯狂找图疯狂保存 甚至一晚上都没有睡也十分精神 芝麻一听 你看这可不就是巧了吗 我也是早就把她设置成了手机壁纸 但身后的四人听得迷迷糊糊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吗 于是琴爪就把动画PV给他们看 还顺带着讲解剧情 小猪是殿下的专属甲咒 在危机时刻 小猪可以变成甲咒守护她的主公 可看完后四人还是似懂非懂 但这并不影响女孩们科CP 然而很快两人便产生了分歧 就到底谁是攻谁是兽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争论无果后 琴爪和芝麻一口同声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四个帅哥 就这样 ECP战争打响了 两个人即便在走廊里遇到 也是谁也不理谁 算是彻底绝交了 而听完琴爪闺蜜的讲解后 小五和小七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决定帮两人重归于好 便把两个人约了出来制造偶遇 结果他们一见面还是是铜水火 芝麻觉得小猪是公 琴爪觉得殿下是公 争得那叫一个不相上下 芝麻提议 把各自的同人作品上传到投稿网站 阅读量高的就是真正的王道 说吧两个个回个家个找个妈 回到家后 芝麻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 她很喜欢自己制作小东西或者画画 但由于是集团千金的身份 即便是她很努力才取得的第一名 在别人看来也是因为家里的缘故 所以这次为了证明自己 她通宵也要坚持下去 而另一边的琴爪呢 虽然没有什么写作天分 但为了自己的CP也很努力 小四不忍心看她这么辛苦 便找到芝麻要求停止这个无聊的比赛 却被芝麻来了个壁冬 并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 战争依然在继续 两个人都奋战到了截岛前的最后一刻 终于到了决一胜负的时候 芝麻的阅读量比琴爪高出一千多 这让琴爪很伤心 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认输 说爸便哭着跑了出去 而芝麻也并没有豁盛的喜悦感 她回想起第一次见到 芝麻学姐的场景 开学第一天 芝麻刚下车就听见有人议论 好像有哪里的大小姐要来了 她很恐慌害怕一切都和以前一样 可这是一个胖妞不小心将同学撞晕 这让她不禁感叹 真是漂亮的飞身公鸡案女士 而在之后制作的同仁制售卖会上 芝麻也是她的第一个顾客 不仅如此还发邮件鼓励她 可之后芝麻在学校怎么也找不到她 因为那时的芝麻已经变成了美女 终于两人在那次展销会上再次相遇 不知不觉成为了灵魂之友 此刻的芝麻 意识到没有什么是比友情更重要的 她不想因为这种事情失去学姐 而这边的芝麻 表示自己很喜欢芝麻写的故事 而就角色谁攻谁授的问题 两个人也达成了一致 那就是 殿下和小猪攻授皆可 就这样两人兵事前嫌重归于好 过了几天 六个人相约来到了 甲州乱舞里主攻原形的镇魂记 住进了提前租好的旅店 吃完饭泡完早六人开始玩耍 由于小五总是出阻止牌 便被恼羞成怒的小气砸了一枕头 随后枕头大战开始了 小七和芝麻一队 小五和小四一队 两队开展了猛烈的护工 而一旁的琴爪和学长呢 则是过家家班的地来地去 此时只见小五脚下一滑 便把琴爪壁动在了身下 果不其然地引起了公愤群殴 由于声音太大 吵得隔壁老太太忍不住前来训斥 终于到了白天 圣地巡礼如期开始 来到宝物馆后 他们见到了殿下的原形 看着墙上男人的画面 四个男生皆是沉默 这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呀 而琴爪和芝麻却觉得好可爱 随后到了午饭时间 博学的学长开始讲述殿下的原形 白鬼交互的人生经历 在他被斩首后 头颅飞向了不远处的那座小岛上 琴爪和芝麻对此非常感兴趣 但饭馆老板表示那里有鬼怪作祟 就连本地人都不敢靠近 结果俩人更加兴奋了 一定要前去一探究竟 于是六个人通过猜拳梁梁组队 乘坐着脚登小船前往那座岛 一路上水面都是风平浪静 可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 紧接着湖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漩涡 六个人随即掉进了湖里 学长看到琴爪快要窒息 赶紧游向了他 画面一转 小五 小四 芝麻已经被冲上岸 而小七却还在昏迷不醒中 为了救人 小五决定给他做人工呼吸 芝麻便在一旁疯狂拍照 果然即便是危难之际 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扶女魂啊 很快小七苏醒了过来 赶忙让芝麻打电话求救 但这里却没有信号 而此时 另一边的琴爪和学长 也被冲到了岸上 刚想给琴爪做人工呼吸的学长 却被突然清醒的琴爪喷了一点水 接着两人准备找小五他们会合 显示出殿下圆形的墓碑 这边的芝麻一行人呢 走了很久才发现 四个人一直在原地打转 明明琴爪和学长的声音就在附近 可是怎么着也碰不到 另一边琴爪突然发起高烧晕倒在地 还好不远处有个小屋 只是这座远离人士的小岛 怎么会有如此干净的房子呢 为了救琴爪 学长也来不及细想 由于琴爪的衣服一直湿漉漉的 体温也在下降还昏迷不醒 学长只好用身体的温度给他送去温暖 没想到啊学长谷真是要暴涨了 因为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琴爪很快清醒了过来 就在这时 仓库突然都被打碎了 两个人赶紧逃跑 一群鬼火坚持不懈地追着他们 这是少女翻遍临一番的节奏吗 突然 前面的交互手中冒出诡异的自火 一个身穿盔甲的男人现身 后面还跟着自己的兵骂 这个幽灵自称是白鬼交互 说罢便向两人出手了 学长见状 赶紧拿出从神社买出的护身符 没想到居然还真有用 琴爪也立刻掏出自己的护身符 边做首饰边说咒语 好家伙直接变入血战斗翻了 但那位交互将军很难对付 最后琴爪只好发动嘴炮攻击 回想着动画中的殿下形象 把面前的幽灵一通夸赞 最终成功感化了他 顺便还超度了一下 另一边的四个人呢 跟着一个在树林中遇到的老伯回家取暖 不料老伯直接变脸吓坏了他们 便开启了一路狂奔 终于在天空放晴的时候 他们和琴爪 学长会合了 从小岛回到旅店后 众人才从厨师口中得知真相 原来是之前采摘的毒蘑菇 被厨师不小心放进了套餐里 岛上的一切都是毒蘑菇产生的幻象 学长看了看守中裂开的狐身符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幻象了 就这样 回到学校的一行人迎来了暑假 芝麻便邀请大家 来自己家的海边别墅玩耍 果真是七八定律虽迟但道 换好衣服后一行人来到了沙滩 小四决心这次 一定要在琴爪面前 展示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 于是他抢过小七手里的冲浪板 准备耍帅 不出意外地翻了车 一头扎进了琴爪的两风之间 好小子你这是没开二度啊 午饭时小四因为刚才的事 诚恳地向琴爪表达歉意 得到了他的原谅 毕竟这也只是个意外 恰在此时 临桌有三个猥琐男 正对着女服务员的身材平头论足 察觉到一样的芝麻 便带着琴爪先行离开 三个猥琐男看着两人的背影 顿时双眼放光 嘴里说着乌言晦语 这时小七局起皮酒瓶 就倒在了其中一个人的头上 小五趁机警告他们 学长更是帅气一指击退了他们 经过这件事 小四愈发觉得自己毫无胜算 决心要成为能保护琴爪的男人 这时突然窜出一条小白蛇 他赶紧挡在琴爪面前 却不想把烧烤盘撞翻在地 大家忍不住抱怨起来 小四这下彻底绷不住转身跑开了 眼看着前方电闪雷鸣 大家赶紧追了过去 但貌似鬼小四却被藤蔓给缠住了 咱就是说少年你是怎么做到的 触手和美少年的绝美画面啊 小四欲哭无泪 不仅没有展示男子气概 还被琴爪看到了这奇怪的一幕 正当他们要回去时 大雨倾盆而至 为了安全起见 两人躲进了一栋破败的楼房里 小四把自己的衣服给琴爪披上 懊恼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突然身后掉落一个一拉罐 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琴爪强人恐惧安慰着小四 这让他很是自责 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了几个人 原来就是海边店里的猥琐男 猥琐男们丝毫不在意小四 于是他假装妥协 趁对方不注意就踢了上去 恰好这时剩下四个人赶了过来 成功解除了危机 这天 学长在史学部发现了一张藏宝图 作为史学部的一员 琴爪十分感兴趣 为了不让两人有独处的机会 其余四个人纷纷表示也要参加 走廊里芝麻有些疑惑 六见学长真的喜欢琴爪吗 小七表示这种众所周知的事还用说吗 不过仔细想想 学长的意图确实并不强烈 这让大家好奇不已 很快到了藏宝所在地 为了确保安全 先由男生四人组前去探路 小五趁机问起学长对琴爪的看法 他表示自己不仅喜欢琴爪 也喜欢这里的每一个人 看来学长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心意 这时琴爪和芝麻走了进来 谈话也就此中断 学长看着旁边的琴爪 不禁回想起刚才的对话 琴爪对于自己来说算不算特别的人 就在这时 小七打开手电筒抬头一看 众人吓得落荒而逃 自然而然的就跑散了 琴爪打开手电筒 看到六见学长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学长 小时候留下过心理创伤 所以很怕漆黑的地方 琴爪连忙上前安慰 表示拉着手就能给予他力量 觉醒的学长一把将琴爪搂在怀里 这时小五和小七找到了他们 六见学长连忙松开 找到宝藏后 一马在三年前留下的小惊喜 寻宝之旅就这样结束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这件事竟然还有后续 这天 班里来了一个实习老师 居然是六见一马学长的哥哥 他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能说会道 很快就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这天一马在街上偶遇请找 便邀请他一起吃饭 两人随后来到餐厅 聊起了共同话题六见有马 哥哥表达了对弟弟的关心 请找则表示六见学长是很可靠的人 晚上回到家 一马特意告诉弟弟 自己今天逛街遇到了请找 两人还一起吃了饭 原来哥哥已经看出了弟弟 对请找的态度 故意说道 我也想要这么可爱的后背 第二天 请找正在收拾史学部 一马正好路过便进来帮忙 还投其所好 送了请找最喜欢的动漫杂志 就在他激动的要失控时 柜子上的箱子突然砸了下来 一马眼疾手快护住了请找 看着怀里如此可爱的女孩 不禁轻挑起他的下巴 这暧昧的气氛到达了极致 就在他准备进行下一步时 六见学长及时出现阻止了他 但哥哥却挑衅地说道 忍无可忍的学长直接表明立场 红猫表示倾家荡产也要压学长了 但哥哥一马完全不信 执意要向请找表白 被果断拒绝后的他 依然穷追不舍 于是其他人结成联盟 决定替请找挡住这个男人的纠缠 率先出击的小四 上来就被一马来了个壁咚 随后拿出一张照片 竟然是小四舞台剧的女装照 夺回照片失败的他哭着跑开了 于是小四out 画面一转 来到史学课上 一马表示回答不上来问题的人 作为惩罚将会得到自己的一个吻 轮到请找回答时 他故意把问题提高了不少难度 一马表示请找是史学部的成员 所以才会出有难度的问题 很显然请找根本答不出来 这时小五挺身而出替他解围 毕竟比起来请找的初吻被夺走 还是自己的初吻被夺走比较好吧 眼看惩罚之吻就要降临时 一马便借口这是玩笑 还趁机捏造了小五和小七的绯闻 于是小五小七out 芝麻看着两个没用的男人 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然而很快也败下了阵来 因为一马当着他的面 读出来自己曾经写的同人文 甚至是同人漫画 这让芝麻既尴尬又害羞 于是芝麻out 事已至此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六剑学长的身上 毕竟六剑学长是一马老师的亲弟弟 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于是身负重任的学长 请求哥哥不要再对请找下手 又趁六剑学长不注意 将他关进了柜子里 并宣示主权 在黑漆漆的柜子里 六剑学长回想起小时候的事 兄弟俩喜欢同一个东西 但哥哥没有得到 他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份给哥哥 奇怪的哥哥很生气 并把他关进小黑屋 除非他承认自己喜欢那个东西 直到现在 六剑学长依旧想不通问题所在 然而第二天 哥哥居然用校园广播 当众向弟弟宣战 要用卡牌游戏决一胜负 平时的六剑学长待人温和 能让的东西都可以让 能分享的也可以分享 但他很清楚 今天的这场对决 赌的东西并不能分享 秦爪听后暖心地鼓励他 有了秦爪的鼓励 六剑学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很快体育馆就聚集了很多人 比赛开始 两人旗鼓相当那个不分伯仲 主角光环加持的六剑学长 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 但哥哥很是欣慰 因为弟弟终于不再是那个 什么都要让给别人的六剑有马了 确认自己的心意后 六剑学长勇敢出击 向前来祝贺的秦爪说出了那句话 但由于周围的人太多了 秦爪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 正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 其他人立刻把他拽了出去 六剑学长表示 我只想让秦爪知道自己的心意 如果你们也喜欢的话 也可以直接说出来 可就算是如此 几人也费尽心思要阻止他和秦爪见面 但机智如学长 他通过学校广播喊话 表示有话要告诉秦爪 其余四人赶忙来到广播站阻止他 六剑学长淡定地表示 表白与否是个人自由 阻止我并没有意义 想表白的人也一起来天台吧 说罢便潇洒地离开了 于是 等到秦爪来到天台时 看到包括学长在内的所有人 早已来到这里等待着他 秦爪既紧张又好奇 这是学长开口说话了 于是大家纷纷向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看着他们都十分认真的神情 秦爪觉得自己应该认真考虑 不能敷衍了事 于是为了更加了解每一个人 他打算效仿以女游戏逐个攻略 也就是和每个人轮流约会一天 在选择出最终的那个胜利者 约会的第一天 小五带着秦爪来到水族馆 他不仅能及时制造出很多话题 还很会关心人也很温柔 结束前特意带着秦爪去做了摩天轮 约会的第二天 小七带着秦爪来到游乐园 一开始还放不开的他有些拘谨 放松后就和平时一样很会制造气氛 表面高冷但内心却像个小孩 对待小朋友也是十分温柔 约会的第三天 小四带着秦爪来到羊驼公园 有只羊驼突然抱走 胆小的他毫无犹豫地挡在秦爪面前 看来有时也蛮可靠的 就像自己的弟弟一样 约会的第四天 芝麻带着秦爪来冲绳度假 举手投足都很优雅 虽然贫富差距有些大 但两人却是灵魂之友 约会的第五天 学长带着秦爪一起散步 他一如既往的稳重 两人随后来到神社许愿 他的愿望是希望能一直和秦爪在一起 就这样 在约会结束前 六见学长再次向秦爪表白 这句话让他瞬间羞红了脸 晚上回到家后 秦爪越来越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选 最后他决定选一个拥有特别感情的人 第二天 大家如约来到天台等待最终答案 秦爪羞涩地表示 我找到那个特别的人了 就是已经去世的西安 因为第二季即将播出 而宣传片上的剪影毫无疑问就是西安 就这样 复活的二次元男神打败了所有人 赢得了秦爪的芳心